立回籍默契跑位 台湾羽球男双 行不会组合林洋配 雷两届打进奥运最高电堂金牌战 被封伟大赛型选手 但林洋IG私讯却收到算命留言 平常群回赛第一二轮就出局 只有奥运赢球丢脸丢到全世界 还不满他们可以领2000万的奖金 林洋高情商回应说 自己每场比赛都想胜利 如果只看钱就失去运动的本质了 四年就是为了这一次 运动员的最高电堂这样 如果真的得了冠军你这笔鞋 我觉得是应该的 只要他有就是付出他自己的努力 去为了他自己想要东西去取得 我觉得都好 就在对决中国组合前夕 李洋收到攻击讯息 有粉丝怀疑有人想扰乱军心 又怎么刚好中国央视4号 临时调整节目确定晚上不直播 李洋配对上中国组合的金牌战 改播男子调缓 外界质疑跟政治因素脱不了关系 我们金牌选手会加倍 从如果获得金牌的奖金 加上我们的训补金也全面的提高 所以金牌选手至少可以拿到270多万 李洋这回如果打败中国组合顺利占一金 除了一人2000万的国光奖金 身为台北市民的王麒麟 还能再拿到师傅加码的272万 设计金们的李洋则是能再获得550万奖金 李洋凭实力打出一片天 不管酸民怎么抢球迷挺到底 努力也是自己的 人家要靠自己的 就算是为了2000万也刚好而已吧 今次的陈香为陈正佳同样的直播到